之前阿姨收拾笼子的时候 把这两只耗子放在一起了 等到我发现的时候 木已成舟 我当时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的 觉得问题不大 这么白净的两只耗子 生出来的仔应该不会太拉吧 做梦吧 这是刚生下来的样子 粉粉嫩嫩的 好像看着还可以吧 知道这是什么吗 虚假的希望 我当时看到了这个画面 就心安了不少 然后屁颠屁颠就给他们准备腐蚀去了 直到几天过后 我再次翻开他们的窝 这是啥呀 我白白清清的小耗子呢 我那么大一窝 白白清清的小耗子呢 一定是我睁眼的方式不对 闭上眼睛重来一次 怎么还这样呢 我是掀开了他们的窝 还是掀开了下水道的盖子呀 整整一天 痛苦面具都没有从我的脸上摘下去过 采访一下这位母亲 你是否感到疑惑 你真的确定他们是你的仔吗 会不会跟哪只野老鼠的仔报错了呀 如果没有报错的话 请问你的孩子真的是你老公的吗 今天这我小耗子们睁眼了 哇 看着野性的颜色 家人们 我好开心 怎么可能有人会拒绝如此原汁原味的老鼠呢 怎么可能会有人不想接一只带回家呢 不信你们把可以一世或绝无可能打在公屏上 被这些死亡黑黑一衬托 这树果仅存的白色是那么的清秀 看看这俩 好看吗 好看吧 对 拿童文所有兄弟的颜值换来的 剩下的鼠那就不用介绍了吧 别说话 静静感受这壮观的画面 真的很珍贵 下水道要不炸的话 轻易真看不着 生产原皮老鼠 我只服我自己 感受一下缩小版的大灰浩子 不能说完全相似 只能说一模一样 是的没错 他就是大灰浩子的孙子 孙子像爷爷 没毛病 哎 隔背一传 怎么说呢 只能赞叹医生 这个基因实在是太强大了 哦 这个小灰灰 看正脸还是很奶的 脾气性格跟他的爷爷一样 怎么软弄都不会生气 啊 香香软软的 真的不想亲一口吗 花枝鼠真的太喜欢人类了 你就算不想吸他 他也会凑过来吸你 哈哈 最后就是这一对 我也吸不动的颜色 楠楠太可怜了 快投个避 安慰一下楠楠吧 不过我们黑黑嘛 虽然颜色死亡了一点 但是性格还是很好的 看这个笑容 你想到了什么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